全油管最快新闻,11月13日,以色列第一夫人米歇尔,赫尔佐格揭露她的一个儿子正在加沙与哈马斯作战,已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 她表示过去这段日子对所有母亲和女性都很艰难。 总统赫尔佐格夫妇共有三个儿子,但具体是哪一个儿子参战未透露? 米歇尔希望所有以色列士兵和战线上的人都能平安归来。 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的侄子亚伊尔和内塔尼亚湖的前任幕僚长耶希尔, 莱特的儿子摩西在加沙的战斗中身亡,但尚未得到证实。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